大家好 我这颗蝴蝶兰前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由于它的根基本全部烂完 然后通过用沙子的方法来诱发它快速长新根 现在由于这个气温比较冷 所以长新根的速度比较慢 导致了这些叶片放红 那么它也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 只要我们把握好这段时间的养护就可以了 接下来像这种状态的蝴蝶兰 我们一定要每天给它喷一喷水 给它从这个叶片吸收水分 不然的话它的根还没长出多少来 吸收水分的能力有限 如果不是从叶面补充水分的话 很快连这个新长出来的叶片都会枯萎掉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促进它快速长根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上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 不但可以诱发它快速长一些新根出来 而且还可以给它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因为这种生根粉跟其他生根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它里面除了诱发新根之外 还有各种营养物质 我们只需要按照一笔千的比例兑水 给这个蝴蝶浇灌就可以了 每次等到这些沙子全部干透之后 再给它浇上 平时的话就给它喷一喷水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我们还是要给它保证有足够的温度 最好是在20度以上 才能适合它快速长新根 如果温度达不到的话 把它放到室内就可以了 那么像我这一颗的话 我一般都是放在室外养护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